好 各位同學大家好 下午的課程 其实现在我们的依赖数位非常的重 我们学的静零摊牌也需要科技创新 也需要数位人性 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数位部的唐凤堂部长 他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包含业界政府机关 法律 公众沟通 公共参与平台等等之类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唐部长 跟大家介绍数位任性 谢谢 很高兴 我在这边教课已经第十年了 之前是2013的时候 那今天大家都提了相当多很好的问题 那如果就是还没有扫QR Code 还没有提问题的话 那也很欢迎随时扫这个QR Code PO上去 因为我讲的内容是完全以大家的问题决定的 所以如果都不提问题的话 我们就提早结束 不过从来也没有提早结束过 十年来都没有 所以应该是不至于 然后如果要举手 或者是直接拿起麦克风发问的话 或者就对谈的话 那现场的优先顺序是高过slido的 所以任何一题 如果大家觉得说 我回答的可能还需要一些补充啊 追问啊等等的话 那就很欢迎就是直接开始讨论这样子 然后 事前应该大家都有收到简报嘛 那所以我想我就不特别念那个简报了 我们就直接开始进入这个大家的题目 好 那第一题是说 数据发展最大的挑战是数据落差 那如果没有适当的转型正义策略行动 那有可能扩大落差 也包含社会的不公平等等 那在台湾我们比起其他的地方来讲 我们相对上在宽品啊 或者是在器材啊 设备的取用上面 已经算是还蛮平等的 那这也是因为 包含透过电信普及啊等等的方式 那就从雨山啊到这个马祖啊什么样 大概都有这个宽品可以使用 那马祖因为前一阵子那个海岚断掉 没有宽品可以使用的时候 也立刻用微波去补上 那然后我们下一次那个普及服务基金 开会我也是主席嘛 那我就是说 请幕僚去看说 海岚断掉的时候 补上那个必要服务的微波 是不是算是必要服务 那他们去演你回来跟我说 算必要服务 所以意思是什么 就是所有的电信业者 都要分摊那个钱啦 所以意思就是说 对我们来讲 提供必要的宽品的服务 不管是行动的网络 还是光线等等 这个是不是资本主义那边的想法 不是自由主义那边的想法 这边就是国家要跟所有的电信实业 一起来提供 那按照TWNIC的这个数位落差的相关的调查 我们目前最大的挑战 还是在70岁以上的朋友 那我自己爸妈大概都70岁左右 所以就是比他们年纪再大的 那确实在我们推行公共服务的时候 几乎他们都会比较喜欢零贵的这个做法 那如果是要用线上的做法的话 几乎都需要有人帮忙 那70岁以下的通常都比较没有这个问题 这是我们目前看到的 那所以针对这样子的状况 我们大概有两个策略 一个是说像大家有领到6000嘛 应该都有领到6000吧 除了我以外我还没有空去领 那领6000的时候 我们就是很明确的说 如果喜欢上网的那就上网 喜欢去ATM的就去ATM 喜欢去邮局或者是不习惯查卡的 那就去邮局 那像我自己我阿嬷也90岁左右了 她就是觉得说去ATM 她很怕按错键的话 那个存款就不见了 所以她觉得邮局有人帮她把关 她比较安心这样子 所以一方面就是我们的公共服务 即使只有10%左右的人 是强烈的偏好灵贵 那我们也要能够把这些服务 带到他们那边去 那但是我们虽然前台 有三种不同的前台 后台还是要能够整合的 那不会变成是说 好像要各自做各自的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公共建设 就是Public Infrastructure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 这个主席总处跟国发会 在今年终于修改了他们的要点 那所以像我刚刚提到的数位建设 包含城市码的部分 资料流的部分等等的部分 全部现在都算是公共建设 那这个跟以前是相当不一样的状况 以前是要买一定要发几篇paper 想办法去拿科发的钱 要么就是想办法要这个 allocate一些设法的预算 跟这个部分部的预算 去有一些竞争嘛 那现在大家终于同意说 确实就是让这些 比较不习惯用数位的人 能够去邮局去拿到六千块 但是后面的这些资案啊 隐私保护什么 都要注重到的这件事情本身 就是公共建设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回答 就是要想办法把服务 带到大家面前而不是要求大家 一定要用手机或者上网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也是同等重要的 就是我们有一个概念 就是叫做help the helpers 就是像照顾90岁的这个长辈 我外婆或者我阿嬷 两位都还在的这个子女 本身是大概六十几七十岁 那所以六十几七十岁这一层 它其实还是可以学一些数位的 这个活动的 那所以我们的目的就是说 那如果这些90岁左右的长辈 他需要什么服务的话 勉强他们去邮局 也就是有时候不容易嘛 那他的那个照顾者 是不是有可能给他一个很大的iPad 然后在上面他的 不管是字体啊 或者标识啊 或者语音啊 或者如果他比较习惯说台语 而不是华语的话 那是不是这个AI也应该可以听得懂呢 等等 就是如果他希望是打这个0800的电话 而不是这个上网的网页 那是不是有一个电话给他打呢 等等 就是这种 透过无障碍的通用设计 然后来让我们现有的服务 这个后端是一样的嘛 公共建设 但是它的前端可以翻译成各种 对长者比较友善的这样子 无障碍的做法 那这个国科会 明年嘛 有一个高龄科技的专门的专案 那Help the Helper 就是帮助协助者的这一部分 那这个是我们数位部产业署 在明年的工作 所以大家如果之前有看过云士集 就是你要上云士集 帮助这些中小事业的话 那你要通过一些最基本的资案啊 资料可惜性啊 等等这种检查 那我们明年就会再加上 无障碍使用的检查 那能够通过的话 我们就会推荐 给这些无论是照顾者 或者是他的社区 或者文件站等等 总之就是那些helper来使用 那这样子的话 明年应该又可以再close the gap 就是再把70岁以上的人再多照顾一些 希望回答这个问题 好 有没有要追问的 如果没有我就会直接往下 来 请说 非常考虑先进的一个 照顾到弱势的族群的一个看法 但是现在有个情形 就是在我们基础建设上来讲 很多情形现在来讲 很多都运用到电信业者的部分运用 那电信业者运用的话 一般来讲大家有所谓的资费选择 那资费选择的话 再如何照顾到所谓的一个社会公平的这个部分 在部里面有没有想问 我们提了一支设法就是帮那个弱势的 经济弱势的都吸收掉他们的电信费 但是国发会没有核定 所以 因為部長要跟您報告,這裡面有一個很實際的問題,因為大家談公平性,就像在座有些來講,一般不是中低收入,他申請的支費可能是最基本的,399吃到飽,499吃到飽, 結果好像部裡面的規劃好像是要比這個支費有更高的補助收入,還要送個防炸什麼的,對,所以這個部分的配套上,我們在思考的部分,政策上我們會接近來支持,可是好像在會審機關的意見裡面,對這個部分好像都有一些看法,那好像部裡面這個部分可能還是要適度跟他們收入,沒關係,我想我們還是可以調整,就是反正設法又不比弓箭對不對,就是今年沒有明年還可以整理, 對啦,所以還是要這個多多協助,但是從我們的角度來看,確實就是,雖然這個錢看起來沒有非常多,但是對於低收入來講,他是有排擠效應,就是他如果用在399上的話,他就沒有用在別的事情上面嘛,所以我還是覺得,而且我們其實已經有打了折扣,我們本來參考的是美國的同樣的這個法案, 但是他那個裡面就是連,他沒有那個裝置嘛,包含平板啊,或什麼,也要幫他買,或至少租給他,就有點像我們深深用平板那樣子的做法,那那樣子的錢好像是五六倍之多,所以我們就想說,至少先從資費開始, 因為確實現在,像Android手機或平板,也沒有真的那麼貴,說要借也不一定借不到這樣子,但是我覺得資費這邊還是應該有一個基本概念就是說,如果他是低收入戶,而無法負擔的話,可能要有某個電信業者提出的,有打過折扣的某種方案啦,團購力量大, 那,反正我們跟電信業者還有很多合作,所以應該在Ungoing的情況下,可以再談到更好的狀態,那也不會讓國庫的負擔那麼高啦,好,這個我們就持續再來弄,好,OK,那我們就繼續囉,還有沒有要追問的,有個沒有,我們就繼續喔,好,智慧城市的政策跟靜靈的政策,怎麼樣互相搭配,產生互利的效應喔,對,確實就是之前靜靈的時候, 很多都是在討論說,到底是搭飛機比較這個,還是這個搭火車,還是搭,到底公共運輸到什麼程度上面,它減碳才能證明它比大家用私人運居好等等,那再從我們的角度來看,就是網路取代馬路,就一定是那個碳排放最低的嘛,就是人根本就不要去,完全是透過,就是線上的方式來參與,但是我們也了解到說,尤其如果是陌生人,就是兩個人之前彼此沒有認識彼此的話,那其實, Nature 上有一篇論文,就是在講說,你隔著螢幕,看一個陌生人的時候,你們只能做收斂型的事情,就是一起決定做什麼事情,但是你很難做發散式的事情,就是一起想一些新的事情來做,那這個是,當然後面有很多認知心理學的原因,但是這是,我們就把它當成事實好了,那這個情況下,當然就有兩個想法嘛,一個想法是說,好,那我們就只有第一次見面的時候面對面,然後等培養出什麼默契了之後,那之後, 就最多半年,或一年再見一次面,那其他時間,全部都是用線上,那這個是我們目前說一部自己採用的辦法,就是我們是有異地辦公,也有遠區辦公的方式,而且,以前各部會都是在疫情的時候,有需要分流什麼的時候,才免為其難簽一下, 那在我們來講,是固定的,所以我很固定,我們三個辦公室嘛,所以我每個禮拜就兩天在星光,就是在那個台北車站那邊,兩天在岩平,就是小南門那邊,然後兩天在沙輪,就是台南那邊, 那這個就有一個好處,就是說,我如果到了台南的話,那你走資本公文,就要等兩天我才簽得到啦,那但是如果是電子公文的話,那我就立刻就可以簽得到,那但是當然,外交或人事常常會有一些密件,不是國家機密,就普通密件的那種公文, 那難道要就是坐高鐵一個小時來簽公文,那不可能嗎,那所以,後來我們就也,也很感謝這個院裡面支持,還有那個當管局支持,我們現在普通的密件的公文,在大概10月也可以開始用現場簽合,那這個就有一個很大的幫助,尤其如果是人事,或者外交相關的直系的話,因為幾乎全部都是密件,那這個時候,我們就真的可以做到異地辦公,那做到異地辦公之後,就有很多家住在, 比較靠南部的朋友就告訴我說,那這樣,就是數位部開的直缺,他就比較會來投,因為他可以選擇在沙輪,甚至他如果要照顧家裡的話,一個禮拜可以有一天在家裡啊,等等,那所以我有看那個開放市求人版,那因為我們部最近開始投直缺上去,都會寫說可以遠去辦公,還有可以申請到沙輪辦公,所以本來在上面那個反應都沒有特別熱烈,但是現在就有人說,因為有這句,所以他就會來投見,所以我還覺得蠻欣慰的,那這樣子, 當然就可以減少交通的損耗,那當然也就有幫助精靈嘛,所以我是覺得說,就是莫以善小而不為,就是某些小的這種有碳排的事情,大家以前因為作業的習慣,覺得理所當然的,但是透過數位轉型,其實可以想出一些,其實更不浪費力氣的方法,那這是第一個,那第二個是說,那就算是陌生的,沒有見過面的朋友, 那到了明年,大家可能也知道,像蘋果的Vision Pro啊,等等這種,就你戴上去之後,其實已經分不清楚的,那個是虛的,還是實的,狀態,以前都是說,你戴上之後,這個,就好像那個觀落營嘛,就是旁邊都看不到, 對,那,但是如果這個,這個陰陽眼,就是讓外面近得來的話,好像外面反而隔著一層,裡面才是真的,如果有帶過,就是vive的話,可能知道我在講什麼,那但是,Vision Pro,它現在已經做到,就是說,它,就是兩邊看起來沒有差別,它是完全縫合在一起,那,在這個情況之下,就算是第一次見面的人, 其實也可以,透過Vision Pro,那雖然它,就是,設備還蠻貴的,但是,你可以想一想說,一趟飛機的機票錢,加上住宿,其實就比那個貴了,而且,碳排放量,更是,這個,不可以倒離計嘛,差距非常大,所以,我是覺得說,之後,確實跨國,跨區域,跨市區,這樣子的,就算是first meeting,也不一定要用,就是,實際打飛機的方法,來參加,那這個都需要我們在行政作業上,像剛才,密件牽河那樣子,或者是, 電子簽章,你要跨境的話,要跟其他國家彼此承認,等等,的這些方式來配套,但是,我想,這些配套是我們的工作,我們就來做,希望回答這個問題,好,要追問嗎,如果沒有,我們就,往下,好,那,下一個是問說,數位身份證,是不是推動,那,如果跟隱私權衝突,怎麼樣,取得共識,推動的契機怎麼樣,其實,以,國際的,你如果去看,數位身份證的評比,或者,ranking, 的話,我們是,已經被列在,有數位身份證的國家,因為我們有自然評證,對,而且,而且還,那個分數很高,因為我們連,resident,就是,有居留權,而沒有國民的人,也發,就是,外國人自然評證,雖然真的用的人,可能,是不是,有沒有十個,那,但是,實際上,我們是有發給外國人自然評證的,那,現在,我想,在,內政部的策略之上,以後,你不需要,先, 取得評證,不管自然,還是外國人,感應到手機,然後,再跑到TW FIDO,裡面,應該,年底,你就直接,就可以臨跪,然後,做完人別確認,你就直接,綁定,TW FIDO,你的手機,就變成自然評證,可以跳過那張卡,那,跳過那張卡,我覺得,是,蠻好的, 因為,卡真的很容易,就是,不小心就沒有帶,但是,手機要,不小心沒有帶,比較困難,所以,這是一個,那,另外一個是說,在卡裡面的,那個運算,它比較難說,一直去確保說, 一張卡,它很難去確保它的讀卡機,是沒問題的,一張卡,也比較難去確保說,它讀卡機,連到的那個網路,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手機的話,因為它有運算能力,而且,它也可以跟電信商,就是,直接溝通,所以,手機就比較容易說, 那,你裝一支程式,確保說,裡面,如果,你的行為,開始有改變,或者是,有人想要蓋過你的指紋,或什麼的話,那,這支應用程式,就拒絕,執行,而且,會通知,TW FIDO,那邊說,這個,是一個,compromise client,就是,它可能已經被打下來了,這樣,那,所以,手機比較容易,達到,我們所謂的,零行人,就是,用手,用你的設備,來驗你的指紋,那,這個指紋,只存在設備裡,不要存在國家這邊,那,這個,網路連線, 可以來傳送你的設備的,就是,確保這個設備,沒有被弄壞掉,那,然後,又,從,伺服器那邊,來,確保你的網路連線,不是說,這一秒鐘,我還在台灣,下一秒鐘,突然跑到,什麼,歐洲,哪個地方了,那,很可能,就是,被,被劫持了,這樣,對,所以,就是,這三個裡面,只要有一個被攻下,那,另外兩道門,會把它擋住,那,所以,也不會出問題,而且,這個攻擊者,就浪費掉一次攻擊,因為,我們就會,聯防,啊,同報,啊,什麼的,大家就會一起, 來擋下這件事情,所以,我們自己在公務物上,大概都是用TW-Fi的,然後, 已經可以完全達到,本來我們推指紋身份證要做的事情,好,那,所以,講回頭,就是, 就是对某些人来说 当然他的职本身份证 如果黏一张自然评证在上面 还是有一点帮助的 因为至少两个就是不会一起忘记带 但是对有一些人来讲 就是他的那一张身份证 他要又做别的用途 比方说什么在停车场换证什么的 那你换证到落到停车场手上 这是一种各自侵害 但是你的自然评证落到停车场手上 那是另外一种各自侵害 而且可能更严重 因为就会有人帮你电子签章 所以当时也有很多民间的朋友 希望内政部承诺 说任何的公共服务 都不能够只透过晶片 那个方式来提供 任何时候你要零贵 或停用晶片的话 你还是要能够拿到相同的公共服务 那内政部当时也有答应 而且写到一个就是办法里面 那但是民间的朋友认为说 这应该是法律保留事项 因为办法的话 过六十天就换掉了 那所以这个情况下 我想大家也都不反对 所以现在好像内政部的标准讲法 我前两天还有看到那个媒体 就是说等独立各自会成立之后 有独立各自会 综合就是包含 是不是法律保留啊 各自法要是不是要跟着改啊 这个要配套啊 跨境传输啊 等等这些 那有独立各自会 确保都没有问题之后 那再来决定要怎么推动 那我觉得这是非常安全的讲法 所以我就跟着这样讲好了 但是运气蛮好的是说 至少我们确定会有独立各自会了 至少筹备处应该在一两个礼拜 就会正式在院里面来成立了 而且也是我们都非常放心的 这个秉承真伟 所以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那我想就等新版的各自法 新的独立各自机关出现 那当时民间团体提的四个诉求 就可以说是全部达成了 那就看当时的独立各自会 跟当时的立法院觉得怎么样 那但是往这个的配套 就包含刚刚讲的 连新人的自然技术啊 连知识证明的隐私强化技术啊 等等 反正我们现在就继续在数位部这边推 但是就是用TW FIDO来当作载体 而不是用就是 黏在身份证上面的自然人品证 数位身份证来当作载体 好 希望回答大家的问题 如果没有发到 我们就站往下 下一个问题是说 无论是数位转型 或者是数位韧性 需要的都是电力 那请问要怎么样确保电力的韧性 当然就是说 我们如果从乌克兰的经验 就可以看到说 如果你不是需要非常大的功率的 集体台的那种东西 而只是一个跌行天线 去收低微卫星的电波 然后旁边就是一个WiFi hotspot的话 那它的用电量是有限的 你可以放在某一台这个电动车 或者是说你弄个太阳能板 它达到一个程度 它就可以确保说某种情况下的经济通讯的使用 那这个是分散式的这个做法 那另外一个做法 我也觉得还蛮可以考虑的 就是尽可能不要什么东西都变成跨境的来进行运算 那这个跟电力是就是关系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如果现在 还不像我如果打一个LINE电话给你 那这个其实因为它从头到尾都不在台湾 它是在国外的机房 那所以在这个中间的每一个hub 就是可能停电的地方 就是我们这边的海岸站 在日本或者是在韩国的那个server 然后在回来的这个通讯里面的每一个点 它只要断电了 那其实那个LINE的video call 就大概就没有办法执行 那这个也是我们看到麻祖的情况 就是里面如果有固定位置的 好比像说海岸的上岸点 或者那个海岸本身在哪些地方 那你也可以假设说 如果是真的是需要破坏的话 那有固定位置的东西 它瞬间就可以破坏 不管是破坏那个东西本身 还是破坏它的那个电力供应 所以在就是攻击者 是有心要破坏的时候 比较好的方法应该是 里面的每一个部分 包含你的接收器 包含你的运算的设备 包含你的通讯的方法等等 都是我们叫就是多元抑制的 就是都有好几个 而且至少有一个是可以移动 或者对方不知道它在哪里的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即使它想要破坏电网等等 它也不会很确定知道说 要破坏哪些地方的电网 它才能够完全让你 没有办法对外通讯 那所以我们那一支 这个700个微信接收站 在明年内底之前 用非同步微信 确保在紧急的时候 能够对外通讯的那一支计划 就有搭配很多包含核心网路的 这个跨电信业者的漫游等等 大概都是在设定成 刚刚讲的那个情况 就是分散式的运算跟通讯 那当然用非同步微信 也是因为有那么多颗微信 那如果要让那些微信 都断电的话 其实会造成更大的 那个国际连带损害 所以基本上 我们就可以比较确认说 那即使是想要干扰电网 或者是透过一些自然的方式进行攻击 那这700个里面 至少绝大部分 都还是可以逼次通讯 而且还是留一些频宽 能够对外通讯 所以倒不是说 每个一定都要配什么发电机等等 而是尽量用分散式的方法 来减少它的电力需求 以及确保它可以移动 以及接上 不管怎么样紧急的发电设备 希望我回到这个问题 好 那我们再往下 下一个就是 这个不是匿名的 是朱曼如 要自己讲吗 对啊 或者补充一下也可以 署长你好 因为我本身就是在审计部 是看书卫部的 那我们在看这个计划的时候 我们不太理解说 因为我们有知道说 现在要进行概念验证嘛 那事实上我们也一直搞不清楚 什么是概念验证这个事情 那概念验证到底 跟正式的做法有什么不同 那好像有要引进国外的厂商 那我们有提到说 我们有想到说 如果引进国外厂商 那在资安这一块 我们怎么去巩固 那是说 概念验证完 应该会做正式的嘛 那署里面这边 部里面这边 有没有规划说 什么时候要正式来做 这样是想要请教刚好 是是是是 来学习署请教一下部长 非常好的问题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 我刚刚讲的那个 分散师的700个点 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多元抑制 所以每一个点可能都会接到低轨卫星 但是又同时接到中轨卫星 而且低轨的选择可能还不止一家等等 所以这个就跟商转的情况不一样 商转我们如果是采购 大概没有办法这样采购 对 就算深深用平板 这个那么有创意 也没有办法这样子采购 还是每一个这个行政区 或每一个班级 还是只能用同一家嘛 我们很难说 我们为了要多元抑制 所以这个班上的学生应该用三种不同的作业系统的平板 这个在以采购的概念比较难这样子做 那但是对我们因为是应变战士要用 所以反而是越多越好 只要能够收到讯号 这个接收器它要么可以调频啊 还是怎么样 那或者是多装几个碟子啊 那但是还是都放在同一台车上 那还是还是可以移动嘛 那这个时候 所以我们就是交给TTC嘛 TTC有得标 那TTC本身也是一个国际有认证的 做这种标准验测 包含电波测试啊 很多就是MacBook 为什么都比人家晚一点买到 就是在TTC测试嘛 的这个社评验证等等 那他们也执行 就是从当年NCC的时候 就有执行有社评能力的 这些物联网设备的资案的验测 那也有做很多标准 那甚至包含最近的那个无人机资案 也是TTC在做 所以我们是比较放心 就是如果TTC测出来有问题 那当然也要看说 是不是它的supply chain的问题 或者是有后门的可能性 所以即使目前要测出 这个版本没有问题 但只要TTC identify出 它的供应链里面有某个部分 它可能会被供应链攻击等等 这个我们也把它当作一个资案的问题 所以在未来的一年多里面 我们要的不是只是说那么多卫星的提供者测出一家 不是我们最好的情况就是我们测好几家 而且测几家都通过 那所以这个就跟传统的那种状况是完全不一样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是说 就是POC跟商转有什么差别 因为我们现在也有发一些 像龙华 艾尔康 他们跟我们申请那个卫星的商转 那我们也有发这个执照嘛 但是它的差别是这样 就是当TTC在POC的情况调度的时候 不管发生什么灾害 像就是台风啊 地震啊 什么之类 那TTC它可以一面验测 一面去调动这些设备 去说那刚好有一个灾害出现了 我们赶快去那个灾石的那个地方去测试吧 那但是这个是它跟这些卫星跟地面的配合的业者 讲好就好的 但是如果它是电信事业的话 那我们只有在好像总统发布紧急命令 或动员的那个时候 才能够要求它去改它的设备的位置等等 所以在这种比较小规模 还没有到紧急动员情况的灾害的时候 POC调度起来方便很多 那如果是用商转用采购法的话 除非我们在合约里面就明白写说 这些这些这些情况 我们可以怎么怎么调动 那可能挂一楼碗嘛 所以就是随时在需要应变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调动 是POC跟商转最大的差别 那你刚刚说POC结束之后 是不是就移到商转 我们目前的想法是说 除非我们真的测试出来 靠商转的都可以满足我们全部的需求 这个几率并不大 不然的话随着新的地位卫星业者进入这个市场 比方说Kyper这些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继续做POC 因为有些说会帮我们的 他们现在卫星还没有到我们头上 像那个OneWeb就说要帮我们嘛 但他们现在只有在好像基隆的比基隆更北边才收得到 就是八组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要测别的地方 那就要等年底 那OneWeb已经算快的了 还有好几家是要我们等更久 那所以有些我们就可能说年底前来不及 等不及了 那我们就先测年底前可以测的 但是明年年底后如果有新的厂商的话 我目前的倾向是还是继续做POC 因为这样我们选择才比较多 希望有回答到这个神迹部的问题 感谢 对 这个可是不能去算那个Cost Effectiveness 对因为就是我们如果算CP值最高的 最后我们只买了一个 然后那个在发生事情的时候就被对方破坏掉了 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 这样 谢谢 好 那我们再往下 想请问部长针对最近全世界很热门 类似GPT这样子的AI 要怎么样应用在公务体系 有没有怎么样子的想法 这个是网路断了还是没有 好 OK 对 这个当然有一个标准答案 就是我们在Joint平台 这个国客会有公布 公部门使用这个生成式 这个AI指引嘛 那希望大家踊跃表示意见 那这样的回答就比较没有诚意 所以我还是稍微讲一下 就是我自己怎么用 我先讲一下 就是我这台MacBook 它是在上面有跑 包含生成图片 就是那个Stable Diffusion SDXL就是刚出的那一个 然后也有跑这个Lama2 就是Facebook所释出的 就是也是新的开源的那个模型 那以Lama2来讲 它的表现已经比免费的那个ChairGPT好 但是它可以完全在我的本级跑 那意思就是说我可以很清楚地知道 我不管用它来回Email还是怎么样 我任何在拟稿阶段的东西 不会跑到云端去 也不会跑到任何 不是我的电脑以外的电脑去 那在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就比较可以相信 就是它是Personal Computing 就有点像是我的手机或者我的电脑 那在离线的时候也可以运作 那这种时候我觉得就比较不需要受到说 你搞阶段等等的东西 你自己的资讯 不应该输入生成是AI的问题 因为那个问题主要都是担心 对方的治安的要求 没有像我们自己的要求那么高 而且你也很难去audit 那在这个情况下 就是你要假设输入的 到最后都会被机器学习走 那机器学习走之后 你后面的客户来问 那你告诉他的东西 后面的人就知道了 对不对 那这个就像那个 当初疫情的时候 如果你填你的联络方式 填在一张A4的纸上面 那你后面排队的人就看得到 你填的东西就有点像这样的情况 所以国客会才会就是提醒大家 尽量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那当然你如果去看ChurchPT的话 它其实是有一个Google表单 你可以在上面填说 我输入我的账号 然后请你停止用我提供给你的资料 来训练你的下一代 但是同样的我们也没有办法audit 就是这个申请的时候 到底有没有效 那所以目前以我所知 有一些地方政府 它有跟微软有钱 所以是在那个Microsoft Azure上面 它跑自己的一个版本的 ChurchPT 3.5 然后微软承诺说 不会拿你输入的资料 去训练下一代的AI 那就看你就是想不相信微软 这样 那但是我比较相信我这一台 而且我这一台的这个performance也不错 而且它出来的品质 也比ChurchPT免费的那个版本 就是Ager上ChurchPT 3.5 要来得好 所以其实我没有任何理由 不用我自己本机的AI 那我想未来也大概 常常会变成这样 就是有一些不怕人知道 只怕人不知道的 像新闻稿那样的东西 翻译新闻稿 那应该可以用外面的 但是如果是要帮我回email的话 那我就比较指向性我本机的或至少是在我们地端的这样子的AI 那在地端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你可以去调教它 那我有去用我自己的email跟我的主字稿 大家可能知道我之前从入阁前就一直在累积我的公开活动的主字稿 那所以你可以拿那个去训练这些open source的AI 就好像在那个stable diffusion出来之后 很多人会去专门训练stable diffusion 做某种风格的插画或某种风格的图 然后比方说有一个 这个叫一个Laura 就是它的一个low rank adapter 你把它想成 它本来有一个基本模型 可能是读了基本教育 那但是现在你让它是上一个直讯班或什么 就是专门让它专精某一项的这个技术 所以像生图的那个stable diffusion就有人专门训练一个Laura 是做金斗云 那但是他就很喜欢金斗云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七龙珠里面的那一个 所以你只要用了那个Laura 你不管生什么图的人物都会是做一个金斗云 那这个就大概不是那个大公司会花任何力气 帮你训练的东西 这比较像是同好嘛 对不对 那但是用同样的道理 在语言模型上也是一样 就是我现在有train 就是我自己本机跑的这个模型 是用我逐字稿里面我的方式来回答问题 用我自己的email来回信 所以现在我很多 尤其英文的信 大概都是我自己的这个模型就回的 那所以这样的好处就是说 至少它的口吻啊语气啊等等 我当然还是要看过再出去 不可能直接拿它生成的结果来当作 就是我的回信嘛 那但是至少我需要调整语气的情况变得比较少 因为它就已经知道我的语气是怎么样 所以像这样子 就是fine-tune就是微巧的能力 也是你要就是掌握一定的运算的资源才能够做得到的 那不然的话基本上就是 大家就是都完全用一样的东西 你输入一样的问题 那就是open AI给你一样的答案 那长此以往也对一些比较少数的文化的观点会相当的不利 那所以我想我们在年底前 我们自然院跟工业人也会做这样子一个 AI在翻译上面的一种验证测试的这样一个工作 那我就有特别请同仁了解到说 除了国客会的那个台德 就是可能华语英语 好像也有说要做台语之外 那其实台湾还有16组42种原住民语言嘛 然后还有很多别的国家语言 甚至我们产业所还有一支计划是去train台湾首语 所以就是真的每一种国家语言 大概我们都蛮有兴趣把它纳入 那如果就是open AI或者anthropic没兴趣的话 那至少我们透过这种open source的模型 我们也能够自己来train这些语言 那这个又对刚才讲的高龄科技是蛮重要的 因为你要70岁以上的长辈 突然间讲一口很流利的台湾华语 就没有那么容易 对那我想这个都是就是把科技更靠近的人 而不是让人配合科技的一些基本的想法 好 希望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要追问的 如果没有我们就在晚上 ok 好 那 下一个问题 是有人要自己问吗 还是 不知道是介于匿名跟居民中间 好 这位这个仪良认为说 网络的恶意攻击不断 政府感觉好像永远站在防守的那一端 是不是正确 未来有什么具体的作为 当然就是在行政院这边 我们当然是站在防守的那一端 站在攻击的那一端叫自通电军 这个是很明确的分割嘛 就是如果是军队的话 那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它是有攻击能力的 那但是我们的话 因为是就是老百姓这一边 基本上是以防守为主 那但是当然防守 你说是不是真的只是防守 也未必 现在也有所谓的就是主动式的防御 像举例来讲 刚刚讲到就是灵性院里面 去验指纹 然后验设备 然后验这个连线行为 那这三个有任何一个被打穿的情况下 另外两道门还防住的情况下 我们就应该要及时去启动联防 然后让所有正在用被打穿的 这一道门的这一些机关 甚至包含一些跨国的一些朋友 那都能够及时的知道说 现在有这样子的攻击正在发生 那每一个说不定也都有一些能力 去停止这些攻击发生 所以并不一定是说 我们自己就这个攻击过来 然后我们就就是还一颗熊三什么的 这个大概是不容易了 虽然以色列这样做过 那但是就是我们至少能够做的事情 是确保说我们跟这些大的 这个公有云的公司啊 那三家大的啊 然后以及我们的一些民主伙伴的盟友啊 及时的分享有这样子的情况 然后他们自然也有他们的方式 去一方面就加强他们的防护 然后二方面是让这个攻击也比较难以传播 这样子 我们这个书长有没有要补充一下 应该OK吗 OK好感谢这个子安主管机关认真 对那目前大概是先这样 那未来的具体作为 有一个就是尽快的把密码换掉 密码是一个已经破产的一个技术 就是如果它够短你记得起来 那机器几乎一定可以破解 那如果它机器没有办法破解 你一定记不起来 所以这就像是那个CAPTCHA 就是你可能有就是要输入一些文字数字 然后来证明你是人嘛 那但是因为去年年底出现这些生成式AI 所以他们的那个力量就这个非常强现在 所以现在就是说 你要嘛就是让机器人达不出来 但是一大部分你的高龄使用者也达不出来 或者是你要让这些高龄使用者达得出来 那这样所有AI都可以混进来 那所以同样的CAPTCHA也是一个已经破产的科技 那所以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找到替代嘛 那像我们替代CAPTCHA的方式 像我们的那个短网纸服务什么 大概都是用一个叫Cloudflare Turnstile Turnstile就是旋转门 那那个技术就不是让你人去回答CAPTCHA 而是他去要求你的电脑做一些运算啊 或者是去侦测你的电脑的就是数位签章啊等等 那这个时候是以你这个设备 而不是你的这个认知功能去进行认证 那同样的道理在密码这边 我们本部应该是下个月嘛 就会全面免密码 所以就是我们所有的服务包含内部的公文啊 EIP啊这些都是透过浏览器 那浏览器你要登入的时候 它就会要求你手机上面的行动自然凭证 就会跳出一个说你要不要认证 那你要按药然后感应一下指纹 然后你就进去了全部就这样 那为什么我们采用这个方式 而不是其实还有很多种方式呢 就是因为这种是笔达密码快的 如果你要换成一个笔达密码慢的 就没有统人要用了 就是你要换成一个更安全的解决方案的时候 一定要比本来的不但要更安心 而且要更省力 如果是更安心但是更不省力的话 总会有人想尽办法说服厂商 说还是帮我留一个密码认证什么的 对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之前就是密码跟插卡的那个自然人并行 有很多不管中央地方政府是这个方式嘛 那你看后台数据就知道说 大家都去用密码 根本没有人要用插卡的自然品证 就是因为大部分人现在都是用手机在上网了 而他感应那个卡片就是一个很不自然的活动 而且他大概就没有带行动自然 带卡式自然品证在身上 所以这个情况下 那我们如果改成FIDO 那他手机开 开的时候按认证 手机跳出一个视窗 这件事情他在Google也好 他在Meta也好 其实已经做过不知道多少次了 所以他会觉得很自然 那就按这个登入 然后指纹感应一下就进去了 这样 所以我想我们未来的具体作为 就是会继续协助大家 因为我们现在那个攻坚预算有核定了 去确保说 不管是在零星人的部分 或者TRO的部分 都尽快切换到这种面密码 但是比较容易的这种做法 希望回到这个问题 好 没有要追问我们就再往下了 来请 所以我们的TW FIDO 应该说整套 不管你是用TW FIDO 或者微软或Google的Authenticator 它都没有办法读你的指纹 它只能问你的手机 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 所以我们的TW FIDO 应该说整套 不管你是用TW FIDO 或者微软或Google的Authenticator 它都没有办法读你的指纹 它只能问你的手机 它只能问你的手机 这是不是开启的那个人的指纹 这样子 所以应该就比较没有隐私上面的问题 所以 来 请说 如果大家同仁都没有最近三年出的手机的话 那对是要花钱 但是最近三年都没有换手机 当然也有一些人 但是总不能说都没有 但是这些人可能 我们就大胆地假设 他是习惯用桌机跟大荧幕的那些人 那 我没有做任何那个剖绘上的描绘 那这些人就用卡式的自然凭证就好 那至于如果没有卡式自然凭证的话 去帮忙换卡式自然凭证的这件事情 我觉得机关应该要出钱 好 那应该卡式加上FIDO 应该就绝大部分的公务员应该都可以了 甚至包含无障碍的部分 应该很 应该没有太多障碍者是这两种方式都完全不能用 然后是公务员的 那如果真的有的话 我们再来请这个书贞斯服务设计科 稍微想一想要怎么样配合这样子 好 请说 这是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個問題是說,業者它的中斷的聲音 運動要成熟,是怎樣用一個形態呢 它的486其實需要,你叫它改造,你不能想到好好的嗎? 因為你要來看,我們是不要營養,所以要營養 是,非常好的問題 確實,就是有些地方,而且那個486還要配一個九針的飲料機 你把它換掉,它系統就不運作 因為它那個維護的人已經不知道去哪裡了 這種情況下,我們還是要把城市的運行跟身份認證把它切開 就像我剛剛講到的是,我們是用我的筆電 然後去登入我們的系統 但是它身份認證不是在筆電上做 它是在我手機上跳出一個實窗 我手機上面認證完之後,又回筆電上面操作 那幾乎一定要這樣子分開 因為如果不這樣子分開的話,就是每台筆電都要裝一個指紋 或者臉部的感應器要裝一個可信任晶片之類的 那個就不是工箭預算能夠指引的,那就非常貴了 但是,好在就是,絕大部分的同仁應該有三年之內的手機 所以我想這個對民眾來講,也不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要求 內政部已經同意說,在年底前應該很快 就會讓行動自然憑證的適用的要點 變成是只要各自法適用的對象都可以使用 每個人都是,各自法並沒有不適用任何人 所以意思就是說,你民間的任何廠商,任何你協力的夥伴 甚至一些非常小的合作組織或什麼之類的 這些社團,他們也都可以用行動自然憑證了 那這個時候,我想就比較不是藉口 就是你要嘛是,就你需要一個強認證的時候 要嘛行動自然憑證,要嘛卡式自然憑證 那這樣子的話,才不會有以前那種 就是連訂個國內線機票都要用健保卡的那個狀況 因為健保卡,它並沒有做任何防護說 誰不能來用健保卡 所以,而且健保卡那個讀卡程式 就是基本上在Github上就是公開都找得到 那所以,就是說我們很難除了透過就是道德勸說之外 去說這個民間不能夠去用健保卡來做這種 其實已經跟公共服務一點關係沒有的事情 當然如果找到了,說不定可以采法啦 但是我們就沒有一個很好的alternative 說那你不用健保卡要用什麼 那但是現在就有了嘛,就是卡式或行動自然憑證 所以我覺得隨著就是大家越來越習慣了 而且內政部可以直接辦TW FIDO 我覺得我們還是一次的那個認證 還是要先來這邊做一次 做完之後 那它取得一個token 那它本來的那一台486或者九針印標機 就繼續運作 所以你要改的只有身份驗證的那一端 而不需要再去改別的東西這樣子 那當然就是如果真的就是改不動 那至少有另外一個方法就是透過簡訊認證 現在也有很多機關有是這樣做的 就是你必須要從就是某一個SMS的號碼 收到一個代碼 然後你key進那台486裡面你才能夠繼續做嘛 那這個是實作上也不困難的事情 那主要的困難還是說這樣你要付一點簡訊費用 那但是像PTT他們就是也有想到一個辦法 就是你反過來你在486螢幕上出現一串代碼 然後說請你手動這個穿件行去這個代表號 那這樣費用就是使用者付啦 但是這樣很麻煩可能會得罪使用者 所以這個是可能要權衡的啦 但是就是如果沒有行動或卡式自然品證的 借接的能力的那些很極端的情況的話 至少我覺得動態的被動或主動的簡訊 還是可以做得到的 那如果連這個都沒有的話 我覺得是蠻不妙的 是因為你只要這個東西能夠連到網路 那現在幾乎除了這種就是簡訊 或者是就是自然品證的因素之外 其他的AI都可以破解啦 所以你很難像以前那樣說 我發幾個CAPTCHA去限速啊 去限流啊等等 現在幾乎都是AI破得比人還要快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用某種AI沒有辦法複製的東西 不管是簡訊或者是自然品證 來當作第一關啦 就大概12分鐘之後回來 這樣可以嗎 好 中場休息 好 謝謝 好 那我們就開始下一個小時喔 好 目前第一名問題是說 是說 淨零碳排的壓力而有急迫 用現有的技術一定無法達成目標 那數位轉型是未來 實際上是現在 就是很重要的手段方法 但是產業想要導入卻又果足不前 那用什麼辦法來鼓勵產業導入 增加產業信心呢 這個題目其實之前在就是 雲世紀剛推出的時候就有很多人問說 當然它要通過資料可惜性啊 或者是資安啊 所以這也是推產業資安的一個方法 因為有很多中小事業 他們是在疫情的時候才第一次發現說 如果它沒有就是線上點餐的 或者是外帶的 或者是等等的方式 那它完全靠內用的話 那可能就會關門了嘛 這是當時一個非常具體的一個需求 所以在以前是數位轉型可以排到以後 就是有賺錢再說的事情 但是在那兩年多裡面 特別是特別嚴峻的那半年裡面 這個是沒得選就是如果不轉型就沒有了的狀況 那所以當時雲世紀是出到應該百分之八十 就是你訂這個不管幾萬塊的這種雲端的服務 而且隨時選了之後就可以再換再換 那只要在那個額度裡面 那政府就出八成 那當然現在疫情過了我們只出一半 但是一半還是不無小補 就是可以它出三萬 然後我們出三萬 然後讓它是非常多種不同的數位轉型的可能性 因為大部分的中小事業是這樣 就是它不會想要一個up front cost 就是你要它投資一百萬下去 它大概就不做了 但是如果它用訂閱的方式 就是每個月付這個幾千塊 它當然是有幾千塊可以付的 那但是它這個月發現這個不太好用 它下個月因為資料可惜嘛 再換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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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後總是會找到它願意 即使我們補助了三萬塊用完了 它也願意自己再來使用 那所以我們看於是極的一個KPI 就是成功率 就是看說有多少的像有庫口面線 那樣子的商家 他自己願意說補助已經完了 他還自己繼續用這些雲端的方案 那來達到數位轉型 那這個目前是相當的有效 那在那個有庫口面線事件之後 我們就收到了很多這個小型的 包含剛剛講到的合作事業 一些社會創新組織 包含在地的協會 或者是現在還有那個診所 還有長照站等等 就是他們都不是工商品證的持有者 而且按照組織法 他們也不能去申請工商品證 因為他們當年就不是往經濟部註冊的 那這些人他們也說 其實就是他們的主持人 不管叫理事主席 還是叫這個協會的理事長 還是什麼 更不願意一下子就拿100萬出來 去做數位轉型 所以如果覺得中小企業 就是已經很過足不前了 那這些為中小事業 還不是企業更過足不前了 那所以我們今年就有一個轉向 就是只要是社會創新組織 包含合作社 那或者是包含剛剛講到的診所 這些長照 他都可以來使用儀式級的服務 而且我們還額外的再加上 幫忙去做數位轉型的輔導 包含這個去梅河T大使 就是一些年輕朋友 幫他做數位轉型等等的服務 那主要的另外一個原因也是 因為中小企業處 就是接下來也是 就是中小企業新創企業署 其實也是會經過我們這一段 就是小暑變成中暑變成大暑的這個過程 這個加量不加加 但是就是加業務量不加預算 對那在這個情況下 就是我們不是很希望說 這個政華署長或者Betty他們 去跟娘家搶這一副份的業務 因為如果他們要幫忙 中小企業去做 中小企業去做數位轉型的話 其實現在像業後預算等等 其實也有一些 pocket可以用 但是那些如果是去中小企業新創企業的話 是絕對不可能留到合作組織 或者是社團法人或這些地方的 所以我們反而就是採取一個越偏向越先進的這樣一個態度 尤其因為明年我們要做高齡科技嘛 那所以我們就去深入第一線 那這樣子每一個做那個業務拓展 做Betty的成本 遠高於在六都的中小企業 因為每一個你都需要他整個商圈 或甚至他整個部落等等 就是有說得上話的人 然後慢慢地陪著他們去做數位轉型 但是我是覺得滿值得的 因為如果這樣子就是大家都養成良好的 包含自然習慣還有精靈轉型的習慣等等的話 他能夠接觸到的人 雖然說他的資本額可能沒有企業這邊多 可是協會跟合作組織的好處 就是他接觸到的人數不會比企業少 因為都是當地的人都認識的人嘛 甚至一些教會啊 牧師啊 或者寺廟啊 辦的這些服務等等 所以我是覺得我們這樣子 有推廣精靈意識的更好的一個作用 那但是我們還是用本來雲石集的那一套 只是說就從本來中小企業 變成這些事業都可以來申請 那所以我想不管是雲石集還是T大使 他最終的目的都是讓想要數位轉型的人 他沒有什麼offer cost 而且他可以在不需要付出很大認知成本的情況下 是按照他的需求來轉型 而不是按照一個top down說 你就是要怎麼做的那一套方式來轉型 那而且因為有資料可惜性 所以他隨時都可以切換新的作用轉型的方式 那這樣慢慢形成的習慣 他也願意自己再投入一些成本的話 那我覺得整個的產業信心才能夠提升啊 如果是他不當初大家一定都要裝某一套系統的話 那其實他一開始發現不切合他的需求 不好用 那其實胃口就打壞了 而且我們現在也沒有像疫情那種 他非轉型不可的原因 那所以我覺得還是要這樣循循善游的方式 可能是比較好 希望回答這個問題 要補充或追問嗎 沒有就再往下 好 下一個說 數位世界可以打破物理的限制 讓我們更容易跟不同領域的人們交流 但是是不是還是同溫層呢 如何確實的全民共創 甚至跟國際間大規模不同意見交流 達成共識 有怎麼樣子的看法 這非常好的問題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所謂的同溫層 它是跟你有相同價值或者相同興趣 同溫層本身並不是問題 問題是同溫層跟同溫層之間的距離 是越來越遠還是越來越近 就是我們每個人都有 就是不管是鄰居啊 或者是共同購買啊 或者是就是有加入相同的協會啊 團體啊 宗教信仰等等 那些也都是同溫層 有Internet以前就是同溫層了 有了當然更是同溫層 但是在以前的狀況是說 它不會在線上有那麼多去脈絡化的 就是大家都用手機一個很小的螢幕 然後也很難很專心的聽別人 或看別人講的東西 然後就一下就很容易用鐵標籤的方式 然後就彼此分化說 那這組人我就不看 為什麼 因為他用了某個關鍵詞 我不喜歡這個關鍵詞等等 那這個我們在最近十幾年的社交媒體上面 大概都有看到說 如果社交媒體它只是為了賣你廣告 然後為了讓你能夠更多的時間黏在上面 那大家就會有越來越多的時間 不是你有意識地去滑手機去看同溫層裡面的東西 而是你是被手機滑 就是說想要放下來大概都已經放不下來了 就是已經上癮的這個情況 那人在那個上癮的情況 基本上就是它會加深你一些比較負面的 就是Antisocial的情緒 就是你的同溫層是按照大家都有共同的敵人來凝聚的 那如果變成那樣子的話 那個心理距離就會越來越遠 那就會變成是其實就算對面有很好的論點 大概也都不願意聽了 因為你在就是上癮的那個情況下 其實已經在心裡是有所排懼 而且是把那個排懼當作自己的認同之一 那所以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當然其中一個方式就是不要用觸控螢幕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我自己其實真的就從頭到尾這十幾年來 就是兩個原則嘛 一個就是每天一定要睡滿八小時 因為睡滿八小時就不會有成癮行為 那很多成癮行為都是睡眠不足的時候出現的 這個都非常科學 但是有paper甚至有專書在講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就是除了睡眠之外 就是我會把觸控螢幕當作好像有毒的那種表面 就是我除了稍微就是用兩指縮放的時候會碰一下之外 那大家都會看到說 我基本上都是一定是隔著鍵盤 然後或者隔著滑鼠 或者是隔著一個觸控筆 那只要是隔著觸控筆或者鍵盤或者滑鼠等等 那我就比較不可能陷入一個手機滑我的情況 因為我就是拿著筆滑完之後 筆放下來 那這個也就放下來了 我不會有種好像那種換支的感覺 覺得它是我的身體的一部分的那個情況 所以我這十幾年來大概隨時都還是維持在 如果不需要帶手機出門 後面只是下樓買個東西等等 我就不會帶手機出門 就是我是不會覺得說好像非得帶手機出門 不然好像少什麼東西的這個情況 那但是這個當然就是說真的也不容易 所以並不是說大家都非得做到不可 但是就是稍微睡眠充足一點點 那個這個書長 我們一開始工作的時候 我每天就是管靠他睡幾個小時這樣 對那個時候是去年八月佩洛西來台的時候 對那但是就是如果沒有睡夠的話 確實很容易新的情況來 就用舊有的反射性的方法去反應 那這個其實對於就是擺脫這種就是依賴 或者上癮是非常非常不利的 所以我是覺得睡夠是最重要的 那但是但是不碰觸控螢幕我覺得也蠻重要 那在這個情況下大概大家的精神健康就比較可以維持 所以回過頭 就是我們要怎麼樣營造我們的這些公共空間 到說大家看了之後不會去排斥就是其他的 明明就是同一國但是只是關鍵字不同的人 那這個就是需要所謂的bridge making 就是去搭橋那樣子的論述 以前的問題是這樣 就是說你要很在網路上面無腦的去攻擊啊什麼 他不太需要花力氣 而且就是他單位成本很低 單位成本低之外還有很多這個公關公司 或者是一些境外的這個五毛們 他就是整天就是做這件事情 Literally你可以看到一些五毛的pattern 他就是早上九點到五點會PO東西 所以事實上就是 對就是下班了 這是他的工作 那但是我們不管是要做澄清的 或者是要做這些橋接論述的 或者是去辟謠的 或隨便什麼樣的 我們都是不是整天做這個 大家都有工作要做 都有公文要批的對不對 那同樣的就是就算民間想要幫我們的 這些朋友 他們也要上班也要上學 所以大概都是就是有花一點點時間 有看到的時候 或者是真的傳播到受不了了 那大家再來進行像真的假的 就是一個叫cofax 就是臨時政府的一個社群 那他們就是真的就是 最傳染力最高的那一些 他們在花力氣去澄清 因為沒有那麼多課餘 或者是公寓的時間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一直都是不平衡的狀況 不過這個狀況現在有改變 就是到了今年 cofax他們就不是花全部的力氣 去做澄清跟辟謠 跟做這個加回脈絡的論述 而是他們把這些力氣一部分 拿去訓練語言模型 然後就像我剛剛講到那個 調教語言模型的情況 所以他們現在已經訓練到說 任何去cofax要求澄清的 只要它符合這個 之前他們看過的一些 基本的模板 那那個就是寫一個很生動的 讓你看完之後 就會停一下不會轉傳的 那一件事情 已經是語言模型在做了 那所以這樣子就可以擺脫掉 這邊是專業的 而且這邊是業餘的 就是攻擊是專業 而防禦是業餘的問題 因為業餘的 反正你只要訓練出語言模型 語言模型也是24x7 完全不打烊的在那邊 去進行澄清的動作 所以我想未來 兩邊大概都會變成AI了 這個是很明確的 就是攻擊的這邊 也不會像以前那樣子 好像是覺得一個論述 就放到全部群組 他們一定都會 按照那些群組實際的狀況 去用語言模型生成 就是對那些群組的做法 甚至在 我們在一些案例裡面 也看到說 它甚至是用私訊 或者是用甚至打電話 用語音合成等等的方式 然後去一對一的去說服 那到那個時候 就很難偵測了 就變成 就好像它沒有大規模的 行動的情況 所以反過來防禦這邊也一樣 就是可能要有一些 Personalize的一些方式 去訓練語言模型 去回應去澄清之外 那我們也會 趁機業配一下就是 公部門發的簡訊 也會有一個三碼的這個號碼 所以以後就是 如果不是這個三碼號碼 傳過來的公部門的簡訊 不管是你要繳欺燃費 還是什麼的 還是要繳稅 還是什麼國學局說 可以抽獎什麼之類的 那這些大概都不會 被當成詐騙 因為它就是從這個 三碼來的簡訊 那反過來到了明年 不是這個三碼來 而是十碼來的簡訊 不管它寫的在生動 在動人什麼 我們就要假設都是機器人 這樣子 可能要翻轉過來 變成除了藍勾勾之外 都是機器人的這個看法 那好處是說這樣子 我們也就防守方 不用再一直投入那麼多的成本 所以我目前還是滿神聖樂觀的 這個書上有點頭 所以表示應該沒有講錯 應該是這樣子來看 那在這件事情上面 就是在即時的去透過就是 雙方都可以知道對方是真人的情況 那這樣子跟國際之間 大規模不同意見交流等等 才變得比較可能 因為沒有人想要跟幾萬個機器人交流的 對 那所以我們現在也有一些就是 國際共創的一些活動 好比像說我們有做一個叫點子鬆 那在點子鬆裡面 我們就有國際的朋友來投建 那他也可以去分享他對生成式AI的看法 那我們就在這樣子就是生成式AI的過程裡面 我們等於一面問大家有什麼看法 然後一面用這個來訓練生成式AI 然後讓他能夠符合大家的看法 所以是滿Meta的 就是talk.polis.tw 那這個就是等於是一個互動式的問卷 然後大家都可以在這個互動式的問卷裡面 就是回答大家對生成誰啊等等有什麼看法 然後呢這些的結果會彙整成這樣子一個有點像是 欸為什麼他不能直接輸入網址 等我一下 talk.polis.tw 欸只能搜尋欸 好 anyway反正如果大家自己有這個筆電什麼的話 這個也許可以試著練上去喔 那在上面就會看到我們所有有參加電子松的人 他對於生成式AI的看法 那他有中文有英文 然後他也可以整理出來說 欸這些跨國大規模的人 對於這個生成式AI他有哪些concern 或者是有哪些想要這個政府能夠回應的部分 那這些的好處就是說 你只要再上去按 不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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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提供一些想法 那他就會用AI自己去整理出這樣子一份報告 那而且呢你可以隨時說 欸那我想要對這群人 這群人有這些不同的想法 然後我想要對這個想法 我想問他說欸那你可不可以多說一些 或者是說你這樣講的原因是什麼 或者是說我不同意或什麼之類的 所以這是一種就是比較互動式的 你可以把它看作一種民調吧 那但是你可以對這個民調的某一個集群 好像一個focus group裡面的某一群人 然後他用AI模擬出這樣一群人的一個代表 然後你就可以開始跟這個代表聊天 你就可以知道說這群人為什麼提出這樣子的看法等等 所以這個就跟傳統民調有一點點不一樣是 傳統民調調查完之後你很難回去問他 但是這邊就是透過一些就是語言分析的技術 你在調查完之後還可以去問他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現在就會去跟OpenAI或者Anthrobic說 那之後這個至少對這個群體 你要提供你的AI服務的時候 你就要考慮到這些事情 那因為語言模型可以直接看懂這些需求 然後再回應這些需求 所以以後就有點像是 就是每個不同的部落可以辦自己的實驗學校 寫自己的課綱那樣子 就是他可以去要求這些AI先能夠融入之後 他才能夠用這個東西去跟他的族人 或他的語言族群去做回應 那這個目前OpenAI跟Anthrobic至少 這兩家都對這個很有興趣 所以這也是我們不斷在跟他們 就是一起探索的一個部分 那所以到真正大規模的時候 大概中間還是需要一些語言模型的協助 但我們就是要確保這個協助我們的語言模型 是我們調教過的 而不是像以前Facebook那樣子 完全是他訓練出來的 然後只是要我們多按一些廣告而已 我們想要避免當年Facebook那樣子的情況 希望會有這個問題 好 那我們就再往下囉 下一個問題 這個剛剛有稍微講過 就是在今年二月初 連接馬祖烈島跟台灣的兩條電卵 在一週之內分別被一艘漁船跟一艘貨船 然後他們都號稱是不小心在那個地方 不小心下毛 不小心繼續移動 所以就都弄斷了 那但是當然不清楚是不是故意的 但是是不是顯示出脆弱性 確實是顯示出脆弱性 就像剛剛講的 就是在我們普及基金這個正式開會 討論微波到底算不算 其他電信要分攤的那種必要服務之前 其實中華店當然已經幫了非常大的忙 但是中華店沒有那個那麼大的誘引 去自己吸收掉全部建置微波站 作為備員的那個成本 因為以前並沒有說其他電信要分攤的 那所以在此之前 他的那個投入大概都是說 那我就保障說這個國軍啊 或者是憲政府啊 連江憲政府 或者是最基本的這個傳文字的需求 我可以滿足 因為就是如果打仗起來 大概就是這些要滿足嘛 那但是其他的包含什麼 就是要訂房啊 還是要觀光啊 還是要打卡啊 這種需求 就不會評估在那個必要服務的範圍裡面 那但是現在其實不是這樣嘛 大家在馬祖那一陣子都有看到說 其實這個對於就是人的心理需求來講 因為並不是每個人都像我一樣 就是沒有手機成員 所以事實上 對於有手機成員的人來講 這個心理衝擊是非常大的 而且也會相當嚴重的就是動搖到 大家對於我們能不能夠提供基本服務的信心 所以我們確實是也有檢討說 那就是保持這個程度的寬評 還是應該算是國家的責任 就是普及基金的責任 而不是好像就是電信商要自己吸收這個成本 所以我想這個是對我們來講都是一個 Wake up call 就是一個警鐘啦 那好在是說就是現在的微波已經恢復到幾乎是它實際用量的那個狀態 所以假設海蘭再一次被兩個一起切斷 那大家也不太感覺出來 那到年底就會完全感覺不出來 就是有段跟沒有段 反正用不用微波就是都是一樣的速度 那這個我們實際上好像六月的時候把去馬祖有測試過 就是有按一個鍵然後把就是海蘭這個不使用海蘭的路由去用微波 那當時應該是跟消防署的視訊完全沒有感覺到任何差別 那假設微波因為微波站的位置是固定的 不知道為什麼弄壞了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至少我們也有衛星 那我們也有當場切換到衛星 然後用分散式的通訊設備 所以至少在那次之後我想我們都很願意投入更多的資源 來加強基礎建設的任性 希望回答這個問題 好 那我們就繼續 這個是有實名的這個蔡火炎 來 要不要自己問 謝謝部長 我想請教部長就是說我們金管會 都是一直想要推廣這個浮會金融 好 那比方說像這個微型保險 或者是小小狀態保險 那過去我們都是透過業務員去推 不過因為業務員可能不太喜歡推這種商品 因為保費比較低 那所以我們希望透過用數位的方式 能夠接觸到這些弱勢的民眾 但是我們推動之後發現成效好像一直也沒有辦法起來 所以我們想說是不是 在這個城鄉的這個數位落差的部分 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些想請教部長 有沒有一些縮小這個落差的方案 對 就是其實這跟高齡科技 高齡科技是同一題了 就是說我們如果是要一路到使用者的話 那真的很不容易 但是如果你是 你的target是使用者常去的地方的幫助者 那就比較容易 所以這是一個想法 那另外一個想法是說那個幫助者 也不一定要在同一個地方 舉例來說像疫情的時候大家都會打1922 那1922就是一個call center 那這個call center他不一定要跟打電話的人在同一個地方 他只要能夠聽得懂當地的人的當地需求就可以了 用他聽得懂語言講就可以了 那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對於大部分的就是偏鄉的朋友來講 至少拿起電話機然後打一個免費電話 這個應該還在他們就可以做到的範圍裡面 所以就是說不是好像我們全部數位落差都變成到他面前來迷平 但是也不是要他移動太多的距離到我們的這邊 而說我們可能移動個九成 那最後一里路可能打個免費電話 還是要他做 那這個時候我覺得這兩邊大概就在一個比較balanced的狀態 那以前的一個問題是說 他在電話裡面可能會問各種各樣的問題 而且會就是有時候就跟你聊天 那這個時候這個call center這邊的那個人力負擔是非常大的 192那時候追加了不知道多少次預算 那但是現在的另外一個好處是說 可能在年底左右就是國客會台的這個出來之後 那再加上一些可能別的本土語言的那些fine tuning 大概到明年吧 大概就是很流暢的陪獎輩聊天 應該是AI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那只是說要很明確地說這是AI 不要讓他覺得在跟真人聊天 那真的跟你業務有關的時候 再dispatch到真人這樣子 所以我有跟那個印度的 也算是他們國家就是資訊CEO聊 因為印度也非常多種不同的國家語言 所以至少他們翻譯這一段都已經要往AI做掉了 因為他們call center不可能配置那麼多 若是語言的人在call center裡面 所以我覺得就是一步一步來 就是可能先從翻譯或者是一些比較弱實 像台灣手語的轉譯等等的這些服務開始 那慢慢才變成是說 連這個最基本的一開始的內容 也是用AI的方式來提供 這可能需要一段ramp up 就是可能要一兩年的時間 大家才會把握到怎麼樣是一個 在倫理上雙方都可以接受的情況 但是等這個解決之後 我覺得我們就可以移動到可能94 95%到他靠近的地方 他自己需要調整的部分就會變得相當少 那那個時候才比較談得上普惠 先要回答這個問題 好 下一個是說 如果普及的無障礙服務都資訊化 那資安問題怎麼樣堅固 其實資安跟無障礙是一體兩面 就是如果一個好像剛剛講到 把密碼換掉的方式很難用 那其實你就不會去用 那你不會去用的話 其實你就會去用資安上更有風險的方法 所以你要推任何資安的東西 第一步其實都是去向無障礙 就是怎麼樣確保說大家在用的時候 是比本來那個有風險的方式還要順的 那這個時候你才能夠一傳實實傳百 大家才會說這個真的指紋感應一下就登入進去了 必達密碼還要方便很多 你不用再寄密碼 不用貼一個便利貼在電腦旁邊等等 那這個時候你的使用者就會幫你去傳教 那你就不用花那麼多時間去做 就是剛剛講到業務拓展的這種工作 那所以無障礙就是可能要往前設計 就是不是我們都設計完了 最後再來配個什麼語音導覽 還是配一個這個替代文字啊什麼 而是說你一開始設計的時候 就要把怎麼樣盡可能省略掉不必要的操作步驟 以及照顧到各種不同認知方式或年齡層等等的需求 放到最前面 那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資安院的那個任性巡檢裡面 我們有特別放無障礙設計進去 就是希望說就是尋檢到機關 可能資安上有風險的部分 我們換掉這個原件的時候 是透過無障礙設計的方法 來確保這個原件換進去之後 對所有人來講都變得比以前更好用了 那這個時候我想機關才會願意跟廠長說 那你就把這一部分換掉 如果會造成某些人的認知負擔的話 其實這個就很難換掉 那到最後就會是新舊兩套系統並行 結果就是舊的資安問題加上新的資安問題 這個當然就是比較糟糕的情況 所以我想就是資安是最基本的要求 但是在設計資安原件的時候 越前面導入無障礙 那在後面你就省掉很多就是教育訓練的成本 大概是這樣 好 有要追問嗎 如果沒有我們就往下 民主選舉確實可貴 但是基層民意代表 確實施政效率的 quad and quote 半角石不是我講的 OK 那這個題目如此 那OK 我們的國家 是不是應該只要選舉總統以及立委 然後再分成四區 就是北中台跟東加里島 不知道為什麼澎湖本來在南台的 要分到東部去 但沒有關係 四區區長以及四區的民代 然後再把鄉鎮跟縣級的政府改為官派 我當然不會特別覺得基層民代是施政效率的半角石了 但是這可能是因為數位部就是比較沒有各區間理處或者是櫃台 所以因為我們如果要直接遞送服務 比方說發六千 其實我們是直接跳過 就是剛剛講基層民意代表這一層 直接去每一個有能夠提款機的那就是那些金融業嘛 那或者是郵局那就是中環郵政嘛 那或者是大家要上網那就是所有的公開的電信業者嘛 就是說對我們來講就是跟我們的自然會有厲害關係的其實是這些中端的服務的提供者 而不是好像要到透過地方現實才能夠去做這件事情 那但是當然這是數位的特色 所以我也很難幫大家的部會講說就是基層民代會不會造成干擾 但是至少對我們來講在數位部的角度來看 基層民代導師都很幫忙 就是包含像剛剛講到的高齡啊偏鄉啊服務的導入啊 一些自然意識的宣導啊等等 其實也都是他們很願意來幫我們服務的部分 尤其雲市集我們可以出一半呢 為什麼不幫我們宣傳呢 所以就是從他們的角度來看 並沒有什麼好像零和的就是他爭取到旁邊就沒有的那樣子的東西 所以我們確實在施政的時候也是沒有特別去用行政區去分 那有啦像那個大南方這個聯防平台什麼的 那是因為就是真的出什麼子彈事件的時候 子彈院從沙倫趕過去做那個行政調查 絕對比從台北趕過去方便 那但是那個也就是交通方便的程度的問題 而不是行政區的劃分 所以這題我可能比較沒有那個能力去回答 因為數位部的特色就是沒有特別在管行政區 那只管一點點交通方不方便 但是絕大部分的低送都是靠非常多的便利商店 跟更多的像疫情的時候是診所或者是一些這些 不是選舉出來的這些協力者來幫忙 那各個電信的電信行啊什麼的也不是選舉出來的嘛 所以我們反而是用這些當作我們的櫃台 而不是用區公所或鄉公所當我們的櫃台 所以可能跟大家的狀態有一點不同 所以請恕我這一題就沒有辦法實質回答 還是有人要分享一下有就是跟地方民營代表的交手的經驗 好 那這個我們可以匿名提問是有好處的 就 好 那下一個是說 國家是不是需要建構共通的網路身份驗證的基礎建設 那現在應該蠻確定的就是責任品證跟行動責任品證 然後是不是要多元發展也可以多元發展啊 因為我們GRCA就是會簽出各種不同的這個CAA嘛 所以這個CAA就是品證的認證機構 所以無論是金融那邊也可以有金融的FIDO 或者是當然健保卡還是就是公共服務跟一些醫療跟保健服務的認證等等 這些我覺得還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我們這邊要做的只是確保說電子簽章法能夠適用在所有能夠做電子簽章的地方 那像我最近就有收到那個好像國庫署吧 說他們本來有一些業務是排除電子簽章試用 原因如何大概大家都已經忘記了 但是總之就排除試用 那就是一定要零歸辦理 但是後來他們檢視之後就說 那我們就免除廢止掉這個排除試用 反正就已經可以用電子簽章 那我們如果是往電子簽章這邊走的話 那行動自然人未來也可以做電子簽章 甚至連加密也可以做 那這樣子的好處就是 應該說現在就可以做電子簽章 外來的加密都可以做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就是放在一個大家比較不會丟掉的一個地方 來保管大家的密要 那這個我們看歐盟什麼 大概都是往這個方向發展 就是它是用Wallet來取代那張卡 所以你可能有六張卡沒有關係 這六張卡都可以收納到你的Wallet裡面 那是你的手機如果掉了 你才需要回去拿六張卡來撤銷這個授權 然後再買一個新的手機再授權進去 那但是這樣子你就不用整天帶那六張卡出門 平常就帶手機就可以了 那我想大概各國都是往這個方向發展 我們應該也是差不多的情況 那所以我們也可以就說這個就是New EID 不過新版的這個身份證 當然換發的工作 就像剛剛講獨立的個資機關 然後如果獨立個資機關覺得應該法律保留 就是要弄個專法的話 那可能就是等法治完備之後再來處理 先我回答這個問題 好 那我們再往下 第四組想要問說 部長請問確保在應急或戰時 要怎麼樣子有正確可信安全 訊息溝通以及聯繫的管道 不要收到假訊息來進行認知作戰 當然就是我們在叫做 Actor Behavior Content的這個ABC模型裡面 就是他可能是這個行動者 他本身是境外的一些敵意的一些人士 或者你不知道他是誰行動的 但是你知道他的行為就很可疑 要不要同時傳訊息給幾千萬人 而且又不是地震警報這樣子 然後那或者是他的內容本身很可疑 但是就像我剛才講的 內容本身可疑與否 以前是你判斷需要花一點點認知成本 但是他寫出來也要花認知成本 雙方是對等的 但是現在因為有了語言模型 所以他怎麼樣寫都沒有認知成本 而且人家就是朝九晚五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內容這件事情 大概已經沒有辦法再來當作 判斷是真還是假的這個方法 因為實際上就是合成內容真的太容易了 所以內容這一層可能未來就是 留給AI去做一些澄清 人類的工作可能就要往前移 就是behavior去看是不是有大規模的協同行動 那這裡面資安的聯防就很重要 我們這邊偵測到有協同行動 我們就要讓友軍知道反過來也是一樣 那但是我們人就是一般的使用者 可能就要再往前就是要actor 就像剛剛講到蘭勾勾之外都是機器人 可能就要這樣子去看 那我們也是配合這個 所以去做了非常多像剛剛講的 三馬的政府的簡訊平台 以後可能就是要認說你的簡訊 如果是三馬法德才是政府的 那可能以後未來也會到說很多企業也會去申請 它的無碼或什麼樣子的簡訊 那除了這些就是藍勾勾之外 所有使碼的而且又不在你的聯絡人裡面的 你大概就是當成詐騙了 那大概就是要往前移動到actor這邊 我們才能夠真正不受到作戰 那如果是還是執著在真假 而不是像那個最近那個境外打進來的電話 就是如果是加8869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漫遊的 現在也要先聽一段說 這可能就是詐騙的原因訊息 那至於什麼加8867的字 加8862什麼的 則是根本就已經打不進電話來的 那這個就是在actor的這邊來進行防護 已經不管它的行為如何或者它的內容如何 那就是藍勾勾 或者是提醒你一下 會勾勾 或者就是詐騙了 就是機器人 那大概未來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大家再習慣個一兩年 應該就比較不會受到這樣子 大規模的假訊息的干擾 想要回答這個問題 那下一個是說數位落差 不是只是我剛剛講到70歲以上 事實上也有政府機構的很大的差異 部會之間因為數位的推動力道 跟經費的規模似乎有點差異 而且二級機關跟三四級機關也有不少的落差 那麼在提升政府機關數位化推動的部分 有沒有改善的計劃 舉例來說像發六千這樣的東西 其實我們這一次開發發六千 就是跟財政部一起開發這個系統 幾乎都是在改城市 已經沒有寫什麼新的城市 那原因就是因為前面有過幫勞動部 發部分工時的那個一萬塊 也是用同一套系統 那幫勞動部做這個的時候 也沒有改太多系統 為什麼因為前面幫教育部 發過那個就是防疫的兒童家庭防疫補貼 也是一萬塊 那一次倒是真的是從頭寫 因為第一個有一段準備的時間 那二方面是說真的蠻值得 因為當時教育部長跟我說 如果我們不做這套系統的話 那最後就是好像收聯絡不一樣 就是搬起導師就開始收集銀行帳號等等 那這個不但是在疫情期間就是會增加很多接觸 而且確實對於個資 對於資安、隱私保護 其實就是很不好的示範 所以事實上就是光是這一套系統 就已經有三個不會用過了 那也很感謝國防會的支持 我們爭取到了公共建設 所以從明年開始就是這一套發放 可能未來也不是只是發錢 可能也包含發物資等等的系統 而且後面的那些個資 什麼是透過TRO來交換的這一套方式 那就是再次感謝國防會支持 由書衛部來吸收 那這樣子的話以後就是 都是好像那個一個貼一個白牌的服務的感覺 就是從地方政府要發一些津貼 一路到總統府要發錢給100歲的人瑞 大概都可以用同一套系統 那這套系統的好處是說 它是Public Code就是可以客製化的 不是說像以前那樣子 通用系統是書衛部說了算 然後大家來也沒有辦法改得動 而是說我們的這套系統 它是可以直接交給你的一方 然後你再告訴那個一方說我要換LOGO 換顏色加功能等等 怎麼怎麼樣 所以就是說透過共享程式嘛 它的好處就是開發跟維護可以脫鉤 那我們開發了是公用系統放在這邊 大家可以按照不同的需求去維護 那維護的時候如果有改一些 或者碰到一些資安的那個問題 趕快修掉了 那你只要feedback到上游 那大家所有人都相有相同的修正 那這個就是艾莎尼亞他們的做法嘛 他們XROW就是這樣子的公共建設 而且他們還跟包含冰島還有芬蘭共享 所以他們三個有任何一個發生問題修好了 另外兩個也就是互蒙其力 所以我想未來我們就是會進一步的 往公共建設的這邊走 那等公共建設比較站穩了之後 那可能也會有一些粗餐這些事情出來 那這個時候就可以推定說 我們這邊只要是public code 只要是公共建設 大概就在其他的不會 就不用再重複投入資源開發 那尤其這種全國性的系統 它各自自然隱私什麼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這樣我們只要做一次的檢證 那之後你們只要可以改前端 改它的操作方式 改一些呈現的方法等等 但是那些跟資安的關係就不大 那你就可以從頭到尾都確認說 資安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這個是確定的方向 那明年我們的四支公共建設 大概都是往這個方向來做 想要回答這個問題 來 請 請請請 部長 有關於那個開放原始碼這個問題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還是把那個原始碼 當作屬於一個精明的資訊 那如果說在資安沒有確保的情況下開放的話 會不會導致城市碼有過度解弱的風險 那因為即使像現在open source 它也不是所有的城市在減何階段都能夠 找出它的自然落點 還會陸續被揭露的部分 當然當然 是 對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就是如果你開發的過程裡沒有open source 你是開發完了才open source 那會有一段時間就是白帽駭客會不熟悉你的城市 但是黑帽駭客很有動機來攻擊你的城市 確實是這樣子 那我們看業界的很多就是本來不是open source 是一整段open source出來的 它中間都還是有一段就是封閉測試期 而且它會專門去找紅隊 就是白帽駭客去攻擊它 而且領獎就是所謂的buck bounty 就是懸賞啦 賞金獵人等等 是經過一長段過程之後 才會把這一大堆城市都公開 但是呢 有另外一個做法 就是我們已經找 好比像說英國GDS或者是其他的政府 他們那邊已經用了好一陣子的東西 那我們只是把它翻成中文而已 所以我們現在也挑了五個 包含GDS的這個forum Notify等等的這些他們的公共設施 我們把它翻譯過來 那這個問題就比較小 因為他們在那邊已經做過自然檢測 而且他們從一開始開發就是open source 我們翻譯的過程也比較不太可能 在引入型的自然漏洞 那這個時候我們拿過來就直接用 那這個問題就不大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要分開看待 一個就是乙方是從頭寫 那這個時候你要非常的小心 另外一個是乙方九成九九 都是用現成的open source 它只是改一下 那這樣子的話就用現成的這一套 我們叫做spawn就是軟體的物料清單 它只要每一個都能夠交代清楚 它的供應鏈的來源 然後每一個你都是可以看到 它已經有很長時間 包含其他的政府也有幫忙做測試的話 那至少在這個版本上 它的問題就比較小這樣 所以open by default是蠻重要的 那除此之外還有另外一個 他講的就是說即使是open source 也不代表說白毛駭客會有那個動機 你會有機會來幫你檢視它的漏洞 所以某種誘因還是蠻重要的 像我去以色列的時候 他們說他沒有編預算 但是他是透過一個網站 就是有一個公開的榮譽榜 然後去獎勵他們的一些白毛駭客 只要能夠找到政府機關的這些漏洞的話 他就可以獲得幾分啊什麼 也許發個NFT給他之類的 所以就是我想很多人是藉由榮譽驅動 那他有這樣子一個portfolio 他之後找工作啊 甚至加入政府啊等等也就比較容易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整套 所以我們並沒有很躁進說 好像現在你甲方取得全部著作權 你就要立刻拋棄著作權 我們絕對不是這個做法 我們的兩個做法是現有的 open source的我們翻譯過來 我們自己重新開發的 從開發的時候就open source 那但是除此之外 現有的一方樣的東西 當然還是要透過一段的評估的時間 希望回答你們的問題 謝謝 然後還有剛剛大概都只適用於公共建設這一層 覺得在上面應用的部分 好比方說寫一個互動式遊戲啊 什麼之類的 或者一時行銷啊宣傳啊等等 那個我們倒沒有很堅持一定要open source 所以剛剛講的public code這一堆 大概都是在國發會所認定為公建的這一層 那這一層open source真的有好處是因為 這樣子各個部會在用的時候 你們的乙方才看得懂我們的城市 那當所有的地方政府跟各部會都在的乙方 可能隨便加一加就三四十個 都在看城市的時候 它跟open source也沒兩樣了 其實你就可以假設主緣使碼大家都拿得到了 對那但是如果不是公共建設 上面已經有二三十個乙方在用的話 那就是一次性的宣傳 宣傳完之後就收攤的那種網站 當然也沒有什麼必要來堅持public code這樣 好 好 下一個 但是就沒有那個可能性的話 那大家就不會看到那麼多的詐騙 那像前一陣子 大家都有看到facebook上面 很多那種投資廣告的詐騙 包含我們陳建仁院長的那個小巷也被使用 那如果你看那個網址 就是那個廣告的網址的話 其實那個網址已經被扣押了 第一時間就被扣押了 所以即使你被騙而點下去 你只會看到那個165的免費宣傳 就是這個刑事局已經扣押這個網址 對所以你說這個扣押之後還有沒有人被騙 大概事實上是沒有人被騙了 但是那個感受還是不太好 就是你沒事一直看到一堆被扣押的網址在facebook上出現 現在慢慢facebook如果是確定被扣押的 它甚至在上面會直接放一個回接的一個mark 說這個它是不實訊息啊 還是什麼已經被什麼機構驗證過這個東西是有風險啊 什麼之類之類 那要你不要點啦 那當然你如果點了還是會看到這個網址被扣押 那所以就是說它已經兩道防護喔 那但是還是就是一般人看到滑臉書的時候 一大堆這種被扣押的東西 感覺還是很差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那個見景率反過來什麼 見斐率 就是沒事看到詐騙是確實感受不好 那但是如果我們再往前一步是什麼 就是需要刊登投資廣告前就要有藍購購嘛 就是儘管會認證你是投資理財的相關的事業 那你如果沒有這個電子簽章的話 那Facebook根本不應該賺你的這個廣告費 對其實Facebook還PO在上面 就是當然有一些商業原因 但是就是我們要有一個很強的一個norm 就是一個社會規範 就是說不是只是點下去扣押就好 而是一開始這些投資理財的就根本不應該在上面可以冒名 那只要大家都持續保持這樣子一個狀態 那願意配合的就是數位平台自然就會變成是 好像不是幫助犯而是就是幫忙解決問題的 那慢慢就會變成說它不能袖手旁觀 也不能夠只是說反正被扣押也不會被騙 而是說它如果不做什麼的話 慢慢就要把它當做好像幫助犯一樣的這樣子的社會地位 那就像在當時在2018年的時候 Facebook賺了蠻多的跨境的社會跟政治廣告費 那大概都是要人公投或者是選舉去投票不去投票 投這邊投那邊等等 那但是政治獻金其實不能夠跨境捐贈 這種東西跟政治獻金其實是一樣的東西 那Facebook當時又不揭露 那所以就被很多的公民社會的團體認為是 就是境外訊息干擾的幫助犯 那因為這個就是statement非常的強 所以後來2019年Facebook就衰先在我們這邊 就禁止了這種跨境廣告 而且國內的也必須要揭露金流的那個來源 那所以我想主要還是社會的氣氛 如果大家都覺得這件事情Facebook不能只做到這裡 還要再做到這裡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移到防詐那邊 那如果這個社會氣氛還沒有那麼強的話 那就會回到這個堵詐、施詐等等的這邊來 那我們自己當然也要以身作則 所以像剛剛講的那個三碼的簡訊的平台等等 大概都是在防詐這邊來使用 那或者像我們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跟三大電信 就是一起來做了一個叫做銀碼技術 所以就是像你到電商買個東西 它會把你的手機號碼交給物流 那這個物流如果聯絡不到你 它可以打你的手機嘛 那但是後來我們就是有去做一些行政調查 很多手機外洩不是在電商這邊外洩 而是物流這邊外洩 那所以你要怎麼解決這個呢 當然你也可以就是繼續去獨家阻詐 但是另外一個方法就是物流根本不應該拿到你的手機號碼 但它還是要聯絡你啊怎麼辦 所以就是變成有一個代碼 那這個代碼我舉例來講 假設這個代碼是55688 當然不是55688 但是假設是5688 那它後面可能有個警號 這個警號是你這個單子的流水號 那只要物流是打這個號碼 可能有個QR code讓它掃或者它手動打 就可以聯絡到你 但是當你收到貨之後 這個流水號就失效 有點像巡擬帳號那樣 那之後再打這支電話也不會有人接了 它是空號 那所以這樣子的好處就是說 物流是從頭到尾都不知道你的手機號碼 而且結束之後 就算它被駭客拿到整個資料庫 那個在乎也沒有用 那像這樣就是一種隱私強化的一碼技術 所以我們現在數位部的工作 大概都是就是到地零部去 在防詐那邊 讓一開始就沒有各自外洩的空間 那這個情況下 當然也不會有各自外洩隨之而來的 知道你剛買了什麼的那種詐騙行動 所以大概都是在這個Layer來處理 希望我回答這個問題 要追問嗎 沒有的話我們就再問一下 這個剛剛回答了 有哪些策略 或者怎麼樣協同推動靜靈轉型 像剛剛講的就是能夠取代掉就是人的移動的 或者是說像雲世紀那樣子 能夠讓中小事業能夠快速的數位轉型 不要有那麼多覺得好像一下子要損失慘重的 就是要投資太多的 那或者是像靜靈接下來也有那個溫室氣體排放的盤查嘛 所謂的碳盤查 那那個部分同樣的也是可以你一次付非常非常多錢 或者是你透過訂閱的方式 然後在你的整個workflow裡面更新到會自動幫你做一些碳盤查的這些 那所以反正這個後面都是同樣的那個移租代買的概念 因為你如果是買的話就需要投入一開始相當多的投資 但是如果是租的話 所有的solution它都是在快速進步的 那你就可以在下一次可能下個月的時候就停掉這個 然後就換成租另外一個更有效率的 那所以這個情況下我想靜靈就會變成一個大家比較能夠主動做的事情 而不是好像有能力投資或者它的供應鏈逼它投資的人才做的事情 那這樣才能真正變成全民的意識 所以大概就是透過這種全民意識的方法來推廣 好 那台灣跟英國宣布啟動ETP來深化貿易夥伴關係 項目就包含數位貿易 可不可以介紹數位貿易的主要內容 這裡面當然有一些部分是很基本的 好比像說雙方要認對方的電子簽帳 但是像這種東西其實在以前我們也沒有那麼好推 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我們自己的各個部會就已經公告了 可能一個函或者一個辦法就公告了說 我這個部會的這些活動就是不能用電子簽帳 你就是要紙本或者零貴來找我 那所以從英國或者其他國家的角度來看 我為什麼要跟你談互惠 因為他談到的是一個打了可能三折的一個電子簽帳 他卻要給我們全部的准入 因為他們那邊都可以用電子簽帳 所以這個時候就他也不是很想談 那所以我們這邊要檢討的一件事情就是 可能大家在業務上面只是因為之前有過的一些習慣 但是到了現在其實已經沒有這個問題的 那可能還是要幫忙我們重新檢視一下說 到底電子簽帳現在用到底會不會真的出問題 還是其實已經沒有問題了 那之前也有說那電子簽帳就是你要有到數位簽帳的程度 是不是要付出太多的成本造成人民的困難等等 但這個在內政部開放行動自然的評審給所有人用之後 也不是問題啦 大家至少有一個免費的電子簽帳的solution 數位簽帳的solution可以去使用 而且莫伊卡就是那個內政部的CA是非常強的CA 大家都可以理解說簽出來就可以推定為簽字簽名等等 所以我們在年底前我們會把新版的電子簽帳法到立法院 那在裡面可能就會有一條說可能有三年的這個落日期 但是再到三年之後 除非是大家再通過法律去排除使用電子簽帳 不然的話前面的那些函啊那些辦法什麼 對不起就要都失效了 那就要必須要能夠接受電子簽帳 所以我想就是如果像愛沙尼亞他們那時候很有名嘛 就是說除了徒弟轉移結婚離婚 除了徒弟轉移之外都可以用電子簽帳來做 那後來我再碰到他們的資訊帳 他們說這個徒弟轉移也可以了 只是你要這個全程視訊啊 然後要簽那個視訊啊等等 那可能以後結婚離婚也可以啊 所以就是在這個情況下 它其實是有系統的檢視了每個服務 那然後去確保說沒有電子或數位簽帳能力的人 它還是可以透過其他的類比的方法 但是不能因為要照顧他們 我們就說電子簽帳是不接受的 是應該是以並行作為最基本的想法 所以大概接下來就會這樣 那等我們這個通過之後 大概從外國的角度來看 我們要去跟我們彼此之間互相認 這種包含簽帳啊 包含invoicing啊就是勤款啊 包含各種貿易別結化等等措施 就比較容易水到取成 因為它就會知道說 不管各個部會主管的行業機關等等 基本上都是推定說 你除了零貴除了職本之外 也可以接受數位簽帳 希望回答這個問題 好 部長請問目前公務機關呢 我會發大量使用IM 即時通訊軟體啊 進行溝通進行資料傳輸 雖然政策規範喔 不能使用LINE來處理公務啊 除了好像發那個新聞稿給新聞記者的話 好像不是完全不可以 但是internal的話確實是不可以 但是實務上是很難落實喔 那我自己是2016年進那個嘛 就從來沒有用LINE辦公 那但是這個我發現就是 就是原本部很少能夠講得出這句話 那所以其實就是 事實上它是有滿足一些需求啦 就是這些需求是不用LINE難以滿足的 那所以這個提醒我們就是說 那數位部是不是可以建置類似的軟體啊 統一管控安全喔 來方便公務同人使用啊 我們不用LINE當然除了就是公務跟私人的聯絡 不會混在一起 這個真的很麻煩 而且還有隨時都會 就等於假日也沒有辦法放假的情況 就你不能靜音掉一個 然後開另外一個 的情況之外 還有一個就是剛才講的 如果LINE發生什麼事情的話 因為LINE是出去再回來的 所以就會完全喪失掉通訊能力 那這個是我們比較擔心的 那所以像我們數位部自己 如果是純內部的話 目前用的是Google Spaces 跟Google Chat 因為我們有訂Google Workspace 那它也承諾說 那處理我們的這些包含通訊等等 就是在彰化 彰兵的機房 那即使是海嵐都斷光了 再還有一點點衛星 那其實我們內部的這些通訊 甚至包含視訊 都不需要用到聯外頻款 那這樣子的話 就在緊急應變的時候 是相當好用 所以我是覺得 如果你本來機關 就已經有訂Gmail 或Google Workspace的話 它現在Gmail那個APP 反正附送一個 即時通訊軟體給你 那而且按照預設的設定 也不可能要機關以外的人 那如果你要機關以外的人 那那個管理員就要 就是有何可 所以就比較難確定 可以是只有在公務用 那這個問題就稍微 比較小一點點 那當然除了Google之外 我們也有在投資 那個Open Source Solution 所以剛剛有講到 我們翻譯了五個國外的軟體 那另外一個就是 法國政府跟德國政府 都有在用的 叫做Element Matrix 的一套軟體 那這套軟體的好處是說 每個人都可以自己加伺服器 所以我不用連到德國 我也不用連到法國 我可以自己在我的辦公室 或者是在馬祖 或者是在任何有700個 衛星接收站的地方 每個人都可以自己加一套 那加完一套之後 因為它用起來 就跟LINE 就長得一樣了 那所以只要還有幾個點開著 那它就可以好像 點對點那樣子 就彼此交談 那如果你信任 好像德國的某群人 或法國的某群人 你也可以把這兩個伺服器 接在一起 就是所謂的聯邦制 所以只要中間 還有一點點衛星頻寬 那到最後文字訊息還是可以傳得過來 所以Element Matrix 我們確實是有投資有翻譯 那也有在跟馬祖的連線測試裡面使用 那未來是不是就大家可以下載呢 我也覺得應該可以下載吧 這個書長怎麼看 大家想用的話 這應該是可以用的 對 那但是在Element Matrix 就是完全自然上面 全部測試完成前 那至少我們自己現在是用 就是Google Check and Google Spaces 那除了發新聞稿 發新聞稿 以我理解 我們新聞聯絡人還是在Online發給記者 這個大概沒辦法 但是上面的東西反正也是 但是大家馬上就要看到的東西 所以應該還好 好 希望我回答這個問題 有三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生命自己會找出路 這個是侏洛基公園的名言 說AI是不是也會找到 比人類更聰明的氣候變遷的因應辦法 人類找出來的辦法 也都是用工具去算 其實這個整個全球暖化模型 如果沒有電腦的話 大概是不可能算得出來的 所以就是說人類一直都是在用這些先進的工具 來找出氣候變遷的因應方法 那AI當然發展到這個地步 它有一個可能性是說 說不定明年或者後年 它自己就可以開始做出一些科學跟基礎上的發現 那到那一步的話 確實就有可能找到更好的 氣候變遷的因應方法 那但是當然下一個問題 就是說當它有這樣的能力的時候 它會不會用來就是研究人工智慧這門科學 然後就做出更好的下一代 然後到最後就變成 就是他們演化的速度比我們快很多 對不對 那到底我們最後就是怎麼樣的狀態呢 對不對 就是同伴動物的狀態 還是工廠化飼養的狀態呢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在國際上 大家都非常非常關心的一題 那我也有跟大概300個這個 也是都是AI界我們的同事們 包含就是Bill Gates之類的 都有簽一個說 就是AI確實是有可能 除了解決氣候變遷這種好事之外 它也可能去做壞事 那做壞事它就會把現有的風險 好比像說傳染病的風險 或者是核擴散的風險 就是這兩個風險是我們挑出來的 可能會加強它的風險 這個其實很容易想嘛 就是現在只有在這個非常高等級的實驗室 才能夠合成就是 就是新冠病毒那樣子的東西 那但是假設AI後來就發現說 因為我們剛剛說 它可以獨立做一些技術發現嘛 所以它可以合成出那種東西 但是只用就是一般大學 或甚至中學實驗室裡面的器材就可以做到 那這樣就變成每個人都可以引發下一次大規模傳染病 那這個問題就很大 那或者以核擴散也是一樣的嘛 就是現在當然核不擴散條約大家有錢 但是如果AI就是有網工的能力 那就是以前是要用攻擊者的電腦去 跑程式去攻擊防禦者的電腦 但是現在也可以想像說 有可能攻擊者會在防禦者那邊潛伏 但是它潛伏的不是一小段木馬程式 而是一整個AI 然後那個AI就在那邊不斷地看防禦者的狀態 然後等到它把所有的這個防衛層都摸熟了 它一次合成出新的城市 然後去等於是一個紅隊的腦子 直接植入防禦方的那個城市裡面 那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自然的風險 而且可能會導致就是軍事化AI 特別是如果像就是核子設施等等 用半自動的方法控制的話 那一部分就更有可能被這樣的方式侵入 所以現在大概如果大家有看新聞的話 拜登 美國拜登總統也有邀所有正在有能力做出 這樣子的AI的公司 去確保說之後他們的訓練方式等等 都要比照就是高等級的 不管是核子還是傳染病的那種實驗室的設備 好比像說要部署一個新的模型 或者是要調教參數什麼的時候 一定要有兩個不相干的人 彼此互相就是證明彼此是在做的事情是對的等等 那像這些都是這種高等級防護最標準的做法 核子能啊什麼都是這樣的 但是以前AI就被當作是一個就普通的諮詢科技 所以大家那些實驗室都沒有花那麼多的力氣去做這方面的投資 但是現在這種極高等級的資安投資看起來是有必要的 那除此之外當然就是如果任何人發現蛛絲馬跡的話 即時通報即時應變等等 所以這些資安上面的聯防大概從就是軍事或者是生物實驗室的這些標準 很快的也會放到這些就是最先進的AI的這些實驗室裡面 那這個大概也是很明確的 所以我們資安院大概也是會做一些這種驗證測試的工作 那這個跟資安大概一體兩面而且很難就是區分了 好最後所以不做了很多基礎的建設 但是對於作為成果可能不容易理解 怎麼樣淺顯欲懂的語言 把數位成果讓民眾了解 請教部長的看法 我們最近有在規劃一些街訪的活動 就是問問民眾到底就是對我們有哪些疑惑之處 或者有一些誤解之處 然後就可以快速的用一些60秒的短片 來回應這件事情 那也大概會在我們週年就是大概一個月之後 慢慢去推出 那就到時候可能也歡迎大家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那就今天就到這邊了謝謝大家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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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